德州距離墨西哥邊界不遠的 盛安東尼奧 刑期發現一輛氣質貨櫃卡車內 有許多遺體 還有十六個人被緊急送醫 總共造成了至少有五十人死亡 警方研判 這一些人是非法移民 當時氣溫將近攝氏四十度 貨櫃裡面沒有空調 沒有水 疑似被活活悶死 案發地點拉起封鎖線 大量警車和救護車在現場待命 德州距離墨西哥邊界 兩百五十公里的聖安東尼奧 星期一傍晚在南郊一處鐵軌旁 發現疑似非法移民 沉屍貨櫃的悲劇 消防局指出這次的事件至少造成五十個人死亡 其中包括四名未成年者 警方指出當時聖安東尼奧氣溫高達攝氏39.4度 貨櫃裡沒有空調 也沒有水可以喝 研判這些受害者可能是被活活悶死 目前警方已經逮捕三個人 相關單位正朝人口走私方向偵辦 官方表示這起事件是近年來美墨邊界 人口走私最致命的案件 而類似的事件過去在二零零三和二零一七年 也曾經在聖安東尼奧上演 記者曾惠敏中建剛報導